原先很早很早之间填了一场坑了 也是在这里给大家说一声非常不好意思 然后是一场豪娘 也就是豪神的牛逼豪的一场老虎 让我们来看这场老虎它也没有什么精彩的发挥 最近泡米是一个比较热门的英雄 可能有些新戏玩家已经看到了这个位置的一个飞熊的一个东西 然后为了感谢大家对我一如既往支持 我现在与飞熊视频合作为大家准备一些小礼品 有花费啊QB啊还有大奖就是迪士尼门票 然后非常不错的活动 现在登陆飞熊视频网站飞熊.tv 然后或者扫描一下屏幕左方的这屏幕这块的二维码 然后下载这个APP就可以参加抽奖活动 然后还是非常不错的 大家都可以来试试 只要留言就可以了 好了这边我们来看这场比赛 然后底下是李子1015地址 李子吃货.w.com 也欢迎大家都来看 最近有很多新鲜好吃 吃零食然后赶上TI了 呃 赶上TI这边老虎一击留了点 然后选择加剑这边打小骷髅 直接A死这边老虎拿到了一血 呃最近也是赶上TI了 也好多给大家准备了好多适合TI 熬夜看比赛时候吃的礼包 也欢迎大家都来试试 都来尝试一下 谢谢大家一如既往支持 这边好也是直接选择 拿到一血以后 他的出装方面是一个一个细带 然后加上梁子就是队友养殖术 他貌似是一个随机就是孙孟 是一个手的老虎 老虎这个英雄在这个版本中在原来版本中被大家饱受诟病 觉得这个英雄控制不稳定 AOE失望距离比较近也比较危险 就是什么都能干 但什么都不是特别强 很容易打成一个滑水的角色 所以这样比赛上我们来看看泡沫 泡沫也是由于这版本增加了一张效果 好也是利用剑直接打一个大怪 哎打了个小怪 这他本来想射那个大怪有很多经验的 这也是中南老虎的一个小细节 就是可以用剑 因为现在剑的改变就是可以用剑直接秒杀 就是秒杀对面就秒杀大野 打野怪上是直接秒杀的 然后还有小兵也是直接秒杀 所以说老虎有时候关键时候可以点一下 我这边豪的血量压背 咒死压得非常非常低 这边他实际上还有两个吃树 加上一个队友养的 应该是能还算是不错 还有三个能量魔棒 说老实话不容易死 再次C到 那这样豪的血量其实是相当危险的 但是他也是非常感秀 现在这种老虎一般加点都是主流星居多 老虎这英雄中单追求一个护肥 压制能力比较差 因为他无论是剑还是流星 在这种solo中的都不够稳定 所以说他前期击杀人的手段基本为零 还是一个需要打一个护肥 并不是特别吃节奏的英雄 这边老虎也是在这顺风顺水 不是刀 但是自己的血量确实比较危险 他们这个阵容其实蛮适合老虎发挥的 人手带控又有大控潮汐 而对面这边是一个完全走一个杠克 主流阵容 然后宙斯提供爆发 还是一个不错阵容的 今天是31号 TN马上就要开始了 然后在8月2号会打外卡赛 也就是在这里先驻第一只出国的战队 就是第一只要征战战队 中国战队一哄加油 也是希望你们有好的发挥 到处里子也会给大家做一些视频 还有直播的 也是谢谢大家 这边老虎应该是运来了瓶子 可以让自己出 这边比女生还把服给吃了 真猫似是豪的一场开黑 豪的ID也是三晒 然后最近好像带他老婆 应该是 巴巴拉很跟他有点关系 也是敢吃豪的服 具体里子也不太懂这八卦 确实不太关注 老虎这边夹点也是非常常规的一个夹点 就是主流星赋云就是这边一个剑 然后补掉这个兵 这应该是享受 这里我天 宙斯这个包巴力真的让老虎有点难受的 老虎还要两口瓶 问题不大 应该是能度过这一段比较难的时期 宙斯打老虎 老虎也确实没有什么特别好拿宙斯的办法 只能说确实是只能打一个护杯 这边老虎也是前击基本上補的刀 最近这个英雄已经比过去 慢慢被大家承认了 虽然但是李子还是不太推荐点金飞鞋 加接一仗 这种打法有点太独流了 李子认为现在老虎比较合适的打法 就是迅速做出A仗 然后提供一些团战的OE输出 他的两次流星还是 无论刷钱还是输出 都是非常给力的 这边老虎过来卡一下兵 问题不大 那天看了外媒的就是外国媒体的一个 外卡赛预测 大家都认为 一红COL实力强一点 这个我让我有点搞不太懂 哎这边老虎 我秀了一波图仆 吃到隐身分身符 应该是哎 但是这个P好像看到了 这波老虎有危险 图仆马上应该有勾了 直接 哎这里往这边躲 还是死了 图仆已经预感到他位置 感觉到应该感觉到 身前有卡位了 所以说雪崩 最近也是离Ti越来越近了 一年一度的赛事盛事 也让大家非常非常期待 离子也是很期待这次Ti 呃也是期待中国战队越打越好吧 不过外媒那次觉得COL跟欧洲那只ESA 然后认为是妈实力都比一红强 我只能说放放的妈的血 这件受歪了 但感觉应该能追着A死 有一个跳加速buff 直接A死 成功一波单杀 三级的就是五级 三级的流星 然后爆发力非常高 咒斯有点低估的爆发力 应该容易流行轻跳 然后这里突破过来 能不能勾到好 连续几次勾到好 这边好直接开出了大招 然后这里躲一下 躲一下突破勾的 还是比较轻松的 有隐身效果 这边好也选择骚一下 单杀一波咒斯 现在泡沫这种一般都是裸A的 比较多 一般都是裸A的 很少有先做飞的 但是这场比赛 由于是豪是带女朋友 所以说 他的水平是要高于场上的这些人的 所以说他这场比赛 泡沫我估计会打的稍微毒瘤一些 这边看看经济面板吧 经济面板现在泡沫位居第一位 毕竟有两个人头 而且拿了一线 经济确实非常非常好 但是队友这边不是很顺利 老虎这个英雄 现在在这个版本中 有一仗游 确实比过去要强力的一些 而且是一个比赛中能上场的中单 而且最大的关键是什么 泡沫现在能搭一些比较厉害的体系 比如说小黑体系 拿个中单泡沫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现在小黑体系胜率真的是非常非常高 但是李子认为 这一届小黑体系 跟原来一样 最早版本的 TI的版本 跟大家都不一样 就是每一届的TI都是这样 就比如说TI4之前 其实TI版本并不是那样的 就大家对于推进的要求没那么高 但是战术是螺旋式上升的 这一次TI能让很多战术都能达到非常巅峰的程度 你就跟原来TI3也是 那时候基本没有用迪法师这个队伍 但是迪法师确实是一个大赛英雄 越到大赛越稳 而现在赛前最稳的小黑体系 李子认为他也不会横行特别久 为什么 因为打到TI 双方都会把自己看家本领拿出来 毕竟一年 有的时候可以说一年最大的一次赛事 这边准备一个流行 接剑 能接到吗 给个剑 但是兵一下 横江有一口魔棒 直接把宙斯秀死 失了能量魔棒 宙斯很有办法 温柔点 我的老朋友就有温柔点 这边徒步再次过来 但是豪了一个走位 一攻 好 应该是要死了 哎 比举一个兵很关键 这边人要能反杀呢 我天 我以为豪会死 先知过来 我天 能不能 哎呦 先知这里 瘋了一样杀这个老虎 我直接选择TP回家 宙斯也没有大招 因为他宙斯刚才在杀的之前 把大招用了 这边好选择 应该是直接裸A了 裸A性价比是比较高的 因为A杖可以增快的刷钱效率 这边可以再合口瓶子 出来直接是蛮蛮蛮蛮蛮 战术是螺元是上升的 所以李子认为这件小黑体系 在前半段可能会比较热 但是打到大后半段 大家都能拿出绝活 来针对这个小黑体系 因为小黑体系 现在确实是胜率最高的 所以大家都会研究这个体系 然后也是慢慢用出来 所以这件TI 而且这件TI并没有什么像 TS的DK啊 TI5的秘密和一技那种 大魔王级的战队 所以说我感觉双方水平 实力都差不多 能摸到冠军的队伍 有那么好多只 比如说NewB啊 Wings啊 OG啊 液体啊 哪怕Secret啊 还有甚至A Hlands啊 老安爹啊 都是有希望问你冠军的 就是拿到好场景 所以这件TI 我估计会非常非常好看 这边泡沫的剑 当人脸上还是不太好射的 这边泡沫先买一个金击球 来撑一下自己的雪兰 然后局势并不是很顺 好3-1的数据 但是队友都不很飞 这边准备杀一波风行 跳过来 一个双流星 然后这边在A下 泡沫这边有一个跳buff 加速剑不着急射 因为先知这个英雄 你要着急射箭 有可能 哎这一剑射的是什么鬼 但是死闻有锤 应该是一个流星 二段 直接死了 直接被死闻一刀刮死 但是死闻同时也被先知大招 直接加上宙斯大招 直接收掉 两个大招 这边突破 面对泡沫 但是一个水 A一下 潮起大起来 直接一个二段流星 直接秒掉 直接给回头了 泡沫 玩泡沫一定要注意 切记一定要使用 就记得多用二段流星 伤害非常高的 这边老虎想射一剑 但是被他S住了 不太有射的 当周斯脸上 老虎这个剑 只要当人脸上重 还是难度太高了 这边好也是手很剑 直接 直接在这S了半年 其实为什么打算给大家做牛逼视频 毕竟牛逼这次 无论是新技术实力 都是中国战队比较 比较 比较领先的 算是中国最大的希望 因为我感觉 WINS这支队伍 有可能能拿好成绩 但是想拿到冠军 确实有些难 TI有时候这种东西 真的是信一个地运的 李子在这里 还是觉得 TI这种时候 这种真的是信一个地运 那这种地运 拿到冠军队伍 一般都是豪门队伍 CDC 哪怕CDC 当年离童话那么近 但是最终 还是倒在了豪门一季的手架 所以说 李子对于WINS 并不是很看好 希望李子不是毒奶 但是我个人感觉 WINS跟实力成绩都有 但是很难拿到冠军 所以说还是在这里 希望牛逼打得更加好点吧 牛逼毕竟是一只 曾经的TI冠军 这些人都站到过 TI的舞台上 心态实力都是非常强大的 这边一个二段流星 死了一个锤子 不行没风波 直接被炮梅死 炮梅又跳 这边不太敢跳了 跳上去容易死了 炮梅除非在那种必杀的情况下 推荐你跳脸 一般情况下 李子不太推荐跳脸的 为什么 跳脸很容易出事的 就是除非你保证跳过去的时候 绝对能秒掉这个人 或者不要跳到人家战场中央 尽量往运维射方面跳 尽量不要用来 直接跳到人脸 这种是很亏的 跟Tinker是这种英雄 出掉刀一个道理 找输出位置的 并不是一个特别好的 但是有TP过来 好这里不太好杀感觉 被勾到 这边跳走 来按一个大招 直接秒掉封印者 封印者连续二度被 二度阵亡 这边在阴影外射箭 有可能中吗 哎呦周子反应还比较快 躲开了这一点 卡在A容易被反补了 车点一下自己补一道 还补到这个塔 那这边豪应该是可以供一个神符 然后可以打打野 有一剑可以射一个大野 基本上钱就够了 2800多 卖一个锡带或者卖一点东西 直接给 他还是选择 等钱完全出来再做一仗 其实把锡带卖了 就可以完美合作一仗 但是豪并不是很着急 有了A仗 有对于泡母来说 绝对是一个非常大的质变 无论是刷钱 还是各打都节奏是非常非常快的 今年Ti的那个每年都会出个箱子 今天出个箱子 居然是甲哥虫 我的门觉得有点糟糕了 好丑那家众 林子也是打算 今天晚上打打勇士联赛 然后试一下 今天也是召集的一帮朋友 打打勇士联赛 希望能拿个冠军 前一阵确实是老忙工作 加上直播事 没时间打 最近也是试试 试试水 毕竟是一个新的玩法 也是给一些朋友 打一些CW的机会 还是挺好的 这边泡沫一剑 哎呦 居然真的把屠夫射中了 看似信手拈来的一剑 但是不是特别好杀吧 一个大招踩起来 被泡皮下A死 杀人如麻 这边好也没敢月塔继续杀 因为他知道对面支援已经到了 这边开大隐身 能找到 哎 貌似的看到屠夫了 屠夫在这里 直接挨着先知这个框 我念 这里一个T 流星 但是 屠夫直接远的T走 那这样 小乌龙暗面 这边这包也很肥 这里能A死吗 感觉挺难的 再框一下 泡沫手里还算是跳的 不是特别慌 直接在追雷 A死了 A死了 S double 一个流星 直接过来 A死 变态杀戮 但是先知买活 一剑 射到宙斯脸上 宙斯这包TP有点大意 直接被三个人杀 击杀 这包有点大意的 再过来杀先知 但是二段流星 先知的血量 得中一剑 我感觉 这边给一剑 没中 没中 应该是比较难了 跳过来 再给一个流星 二段 但是没剑了 其实他刚才 这里 我靠 这先知飞的时间 有点长 那兄弟 我以为死不了呢 泡沫做出了A战 然后下一大战 就是跳刀 来增加自己的 一个法系输入 让自己也变得 更加灵活 毕竟泡沫 还是打一个 法系爆发的 这种打法 可以说 完全把泡沫 打成了一个法师 但是也确实 适合 也算是 为什么过去 泡沫 其实不弱 但是一只 都不为大家使用 主要是 过去版本 不好定位 打大哥吧 这英雄 并没有什么 被化DPS的技能 打酱油吧 控制不够稳定 然后大家一直觉得 他的适合的位置 摸不太好 这个英雄定位 现在这版本 就是把他 当成一个法系爆发 像宙斯这样的英雄来打 而且是一个 逃生能力 比较强的法系爆发 这边勾到 但是泡沫可以跳一下 跳一下能不能走 有口摸棒 喝了 宙斯一个技 没劈到 这边泡沫不太好切入 资深血量比较危险 宙斯再一个大招 这边泡沫可以撤了 泡沫也是加点 是满流行满跳 一级大招 因为大招一级二级 说实话性价比并不高 因为他二级 只是进入 隐身延迟 缩短0.5秒 其实性价比 真的不算很高的 这边泡沫坐坐跳到 看他下一大招 选择什么 应该是一个 鞋子 我个人感觉 这两个比赛 看好这个打法 应该是像是会出飞鞋 的确是 他的快捷购买 雷马也是确实是飞鞋 这边一键 并没有收到 一个流行 再一个流行 直接A死 Galike 这边 这边 泡沫开一波大 但是 蓝应该是要死在这里了 被冰住 这边 泡沫 自己水量挺危险的 赶紧跳走 反身接一键 一个流行 直接下自两个 反正一波三傻 这边应该还能有 一个流行 但是泡沫这个 要注意 别被自己 这边反一键 躲一下 处理非常得当 疯狂山路 一波好 完美 完美收割 来控一波浮 看看能不能控到 限制独自在这里混 但是 不太要杀泡沫 跳过来 一个流行 再一个流行 直接把这波兵 全清掉 开一个视野 走了 限制肯定是走了 那个走位 应该是 车队无敌 准备做一波飞鞋 然后回家 TB完了 把TB浇掉 直接飞鞋出来了 他下一大件 貌似打算 看他样子 应该是打算 补去拎刀 来增强自己的法医爆发 他这个装备 确实比较顺了 16分钟 飞鞋跳刀 加上一战 很肥的一个装备了 13-1的数据 证明这样比赛 泡沫表现 非常非常出色 这样比赛 本来是离子选材 选的比较废的一场 我个人感觉 不太好做 因为 说实话 对面水平 比豪差距 确实是蛮明显的 但是也可以看出来 泡沫的英雄 大概是怎么打的 然后朋友一直想看 很多观众朋友 都说可以看看 然后也是 给他选出来 这边一个流星 没砸到 那这样应该 就不太好杀了 这边再利用一个流星 二十多岸刀 但是泡沫看到小孤狼 这里感觉要死了 太浪了 小孤狼已经尾随到他了 这波其实杀先知 用时间太长了 超人被先知终结 先知一波肥 经济直接 翻升到全场地上 潮汐一个 一个C加一个A 直接拿来这边刀 所以你死了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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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死了啦 你死了啦 记得那时间 mer 使用œ 找不到 你死了啦 这样 一定好 这是很神 ovat �以资金 好 应该会直接飞下 毕竟他刚刚看到了还是选择飞上去打钱 感觉上手用的钱更多 这打的真的蛮毒瘤的 说老实话 这边潮激更新大鞋子 潮激这种应用讲道理 大鞋子对大家性价比还蛮高的 可以解一发buff 有时候被沉没了 用一下大鞋子 然后可以放着大了 效果也比较好 二段清兵 然后清得非常非常快 这英雄刷减很爽的 他选择先做一个林肯 对面并没有什么 可能突破咬 这边先知引刀了 不过也在 这边被勾到了 但是潮汐在身边 一箭一剃 直接A死 掉了 这边也被勾到 两个人被劾到了 这边也不错了 该是咱们很爽的 这个网站 跳一下直接在网上走 直接飞鞋走 问题不大 直接回家补底部 好的实力还是一直让我都比较认可 而且比较喜欢这名队员 打法比较好看 也是敢敢打敢拼 其实有时候C位真的应该这样 有种敢打敢拼的气势 反而能赢得比赛 太稳的C有时候成绩真的不见得好的 小龙龙现在暗面以后 一直持续在找节奏 但是没粉 没粉想拿小龙龙还是办法不多的 对最近很多关心羊签证问题 然后那天听他们说了一下 羊还会在就是 在在面签一次 然后去北京试试 就是8月1号 然后可以最后再试一次签证 就应该是后田 如果这次签证再次失利 然后就很难了 就是这一阶Ti就羊就告别了 如果这次签证过了以后 羊应该能赶上主赛事 但是前提是V加 V加成绩 但是也有可能V加当时成绩就比较烂了 我不太看好教练打三的 三号位这个位置挺难的 现在三号位各大三号位 基本都是大腿一般人物 要不就队长主位 一般三还是挺难的 羊最近表现感觉教练代替不了 再加Lono一向大赛崩盘 所以我跟人感觉 这一次很不看好他们的初衷 一个T 再一个流星 直接A死 A下拿到这人都 不不 这一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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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浪了 没必要的 这个太浪了 小龙龙也打算做子愿 来克制一下 哦 他做这个灵肯 其实也有可能防小龙龙子愿 先补一个绿一下 感觉先补绿 其实说老实话 没有太多必要 主要他也担心小龙龙绿 应该是马上就要出来了 小龙龙发育还是蛮好的 经济上也是唯一能跟上老虎的人 呃 发育还不错的 所以说他先补一个绿 防止小龙 就是凭借子愿来击杀的 提的 先补一个绿 效果也还行 而且绿出得比较快 林肯现在有点远 小龙龙子愿已经做不来了 最近很多人都问我家群的事 群两个群基本都快满了 然后二群有一点位置 呃 可以大家抓紧时间加一下 到时候李子也会有推单 然后第一天到时候给大家玩一些博菜 然后一些博菜网站 还有外围的一些地址 李子在这里都是给你们放出来了 而且我空间上也有玩外围的地址 讲道理 如果你觉得拿食品玩比较换钱比较麻烦 然后就可以玩外围 但是 注意自己的实力 不要 不要盲目的赌博 我们玩博菜是以娱乐为主 尽量不要做那种纯赌狗 威胁 威胁风险挺高的 还是在这里跟你们说一下 然后到时候李子会有一些推单 但是 怎么说呢 生死 生死看淡 这种还是最多最多最后的时候 还是你自己要拿主意的 红黑自负 因为李子也不可能百分百对的 百分百对 因为李子早早就啥也不干了 就光去玩这个了 不太可能的 这边泡姆一个二段流星 然后直接清兵 推兵验非常非常快 直接跳走 他下有了绿以后 对于泡姆来说 也不太怕小波罗在野外抓他 把绿合出来 这边就可以直接飞了 应该要飞这个塔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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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知面对这种泡沫确实压力比较大 泡沫这英雄是一个抓人单抓能力都不错英雄 然后泡沫接着选择布林肯 然后補一点水性装 因为这种泡沫基本不太会打物理输出流 很少爱出蝴蝶这样的东西 蝴蝶啊 金箍棒啊 大炮啊 电锤这样的东西 泡沫基本都不太会出的 所以说基本就是生存装跟保命装 哎咱们生存装保命装一回事 生存装跟法系输出 所以他一般这种泡沫打到后面都是徐灵刀大根的 然后如果输入环境实在太差可以补BKB 这边小乌龙发现打不过泡沫 如果输入环境特别差的话推荐补BKB 如果输入环境还可以的话推荐补林肯 除非一个勾 但是泡沫断一手 这边直接被潮西踩死 来一个大招一指秒掉 这边泡沫马上有跳刀 跳过来一套二段 就这样失去了永生 直接选择破高地 但是先置在后面还偷了一个斯文 有真眼 但是没粉 应该是比较难杀 这边看到了 再一个粉 直接过来A死 哇好的意识 好棒啊 这个看到了吗 李子妈都没注意 李子作为上帝视角都没注意到 没粉 不太有杀吧 绿杖开起来 给一箭 蓝一扬 接插直接秒掉 非常关键 大人都扎 这里被塔砸了一下 所以这个回血效果并没有出发 哎哎哎哎 别浪死了 这个好 怎么心跳啊 哎呦 差点死了 这边泡沫坐住了林肯 但莱恩应该是要挂在这里了 莱恩被大刀的RB终结 泡沫接着开大 准备反头打 他屠服是有认假的 一定得小心 这边杀风型是有希望的 直接被二段流星砸死 那箭虽然没中 但是问题不大 杀屠服 这边泡沫跳过来 一二段流星 大家这个跳其实挺危险的 啰嗦料 开略能走吗 走一下 再一叉 哎这里感觉我靠 这本人品这么好 这怎么没死 我们这边砍仙 仙仙应该是会被砍死 但是队友收割了 这倒了 谁被比你拿了这间糟 诶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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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实话打刀的这个游戏对妹子来说还是比较宽容的 我感觉我老婆玩游戏的时候很让有人喷她 基本上哪怕她失误了 然后自己道个歉 基本上人一听妹子声音一般都不会喷的了 所以说现在这个他妈真是游戏中女生真的是占尽太多优势 尤其玩网游 哥哥我想要那个就给你了 他妈汉子汉子要想说我想要那个哥哥去你妈的 滚子滚子死鸡老离我远点 这就是就是这个道理 我最近好多朋友离子好多朋友都去看cg展了 说今年cg不如去年好看了 我说为啥他妈的说cosplay穿衣服了 他妈说好多国家规定什么不能漏失业线呀什么东西 你妈的看个毛我同学跟我说的他就看cg了 结果说没意思的一逼再也不看cg了 再也不像过去那个满是大腿的世界了 其实我个人感觉游戏嘛游戏展就尽量以游戏来吸引人的眼光 我不希望中国这展览我不知道外国是不是啊 中国反正看车展的爱看车展的爱看游戏展的爱看cosplay的 都是那妈是看妹子的根本就不是看车的 要离子去肯定会被大家认为不解风情 离子这个就对爱看车 这边爆发好高潮起较大踩了挺多人的 泡民一个二段流星但是输出不太够秒不掉人 再一个流星这里咬泡沫泡沫能不能死 还有跳感觉可以跳一下泡沫直接跳走 但是还是死掉 这一波输出不够 死温没来 死温要来这几个人全死了 结果死温没来 雪崩 潮汐其实这个大挺好 但是输出不够 要是这波大队友都在的话 死温在的话 这波毁天灭地的 结果 可以看出来泡沫这个输出还是这个最大的问题 宝石掉了赶紧捡回来 这个是个胡耀桃的信使 胡耀桃还挺好看的 哎 限制来杀鸡 我miss 人品不好限制 最终让限制躲过一截 小狐狼够赢了BKB 哎呦 小狐狼装目越来越好打 越来越好 这场比赛 天国王不是特别好打了 因为死的那英雄到后期 被限制遛狗一样溜着玩 这边好也是一直在操作信使 把他拉回家 怕先知接着杀技 这胡耀桃还挺好看的 我看这个胡耀桃是原版的吗 我对胡耀桃真的研究不多 这信使选不中吗 真的选不中 那就没办法 这边怕我们复活 应该是接着拿宝石 毕竟是队内的大腿啊 豪子在队内地位还是比较高的 一人豪 也是期待 我真的挺期待牛逼能够二度蝉联的 如果牛逼二度蝉联 他们队内除了KB和卡卡以外 剩下三个人都是两多Ti 尤其船更是一个船为美名了 因为船是在两只不同的队伍拿到两次Ti 但是我更感觉老人爹 即使以原版人马出现 就是原版人马出现 就是原版人马出现 几率都不大 比如说这次临时换上香蕉了 香蕉 我虽然不太质疑他的实力 因为他毕竟是曾经Ti4的冠军 牛逼的冠军服 但是九叔战阵了 两年没打职业了 一年多 起码一年多没打职业了 所以肯定是远步路的时候 这边死 过来搞谁 这边死 有大吗 踩一脚 泡沫切入 这边秒掉了突破 再杀小狗狼 有粉吗 感觉 跳到马上在CD了 跳过来一个T双T 直接小狗狼A一下 但是盾交了 这一波打得很关键 死了一来确实是 一剑 接算时间算很死 直接A死 好一波三杀 直接断一波兵 然后把塔一拿 虚灵刀到手 有虚灵刀有大叔 确实比过去要高很多 胖姆爹也想跳走 已经是22杀老虎了 然后做出虚灵刀 这边准备来搞些先知 先知好杀吗 一个T流星 但是他有宝石的 这里想飞 但是泡姆有一剑 直接断掉 再一个T 哎这先知直接死 在这边被击杀 熙灵刀也好 我靠真是对那大哥 一个赏金神符也要他吃 泡姆接着赶回战场 但是这波潮心没大的 死闻也没大 所以说他们战斗力并不高 泡姆这装备 后续可以补羊刀 打控制 然后提供法际爆发 直接点一下 然后这里开始打打 先知买火 薛灵刀一套 再一个T 但是豪里未走 感觉要死呢 不能跳走 但是小英图不高 一勾还是勾到保持掉了 好太冲动了 其实没必要的 老老只把塔推了就行 杀人妈咪攻击 天灰上塔 一位最后 天灰下塔 正受到攻击 79秒服务时间确实比较长 看看他选择出什么 大根 大根 大根也是一个可以出的装备 但是我感觉有点太毒了 泡姆英雄讲道理 虽然现在A罩刷减 我离子也承认 确实很爽 但是还是不太建议大家打的太毒流 打太毒流 其实有可能是 虽然你数据很漂亮 但是有可能会死的 就是有可能会输的 好 这边泡姆在等复活 这里 杀掉蓝 然后没有泡姆 他们输出确实差了很多 潮汐这波是有大的 泡姆活了 不是不可一战 还剩8秒 泡姆活了是有一战之力的 直接飞 宙斯批不掉这个车 宙斯感觉要死 虽然刀一下 一剑 二段流行直接杂死 有虽然刀有输出 确实比较高了好多 但是他自己有可能要死 潮汐这一脚关键救主 非常漂亮 要不是潮汐这一脚救主 他有可能要死 要要灭 一个流行 二段 这里再砍一刀封营 利用但是没宝石了 宝石没搅过来嘛 封营更新完灭 没搅回宝石有点可惜 清掉你的树人 接着可以上一波高 虽然对面 都对对对对面 虽然几方潮汐死的都没大 但是对面毕竟也死了三个人 所以说这波上高地 是没什么太大问题的 所以说这波顺能超过去的 嘿嘿嘿嘿嘿嘿 不用摄了 这个手头 感觉想要摄取 双方潮汐 顺能冲射 坏火 喵 我們五分之急 就是驱饭的 接着死亡应该是要死了 接一剑但没什么用 直接跑了 先这也过来 泡沫跳走 问题不大 这波交了个死亡 破了一路还行的 而且可以回去带下兵线 一个流星再一个流星 直接一剑可以射到雷车 抗强一波又达到了4300块钱 25杀6死15猪 43人都41个跟他有关 这样比达泡沫表现绝对无可挑剔的 比赛经营到37分钟 然后经济方面天群帽是领先的 确定泡沫 几个泡沫死亡都不算穷 小狐狼转着泡沫里面7000块 要不是他们经济优势应该没这么大 潮汐绿鞋 然后绿棒 各种 大鞋子 绿棒 A杖 加上跳刀 还是蛮肥的 死亡装备还可以 满快大泡 他准备做MQB 克制风行 这边泡沫虽然被勾 但是还是逃出生天了 毕竟有林肯 直接拿到37大根出来 然后增强自己的法律爆发 大根还是贵 刚刚刚刚刚做出来 三级大哥花了5000多 很多人问 林肯套身上有什么区别吗 其实没什么用 林肯套自己身上没什么用 主要是套给别人的 比如教育出给大哥套的 套自己完全就是手剑的行为 没什么用的 可能好多人说 转CD你看看 你套一下就知道了 一样的 套不到都一样的 不可能套CD 然后再转CD 就是套到身上转CD 然后将来有两次林肯效果 没那么油逼的 你必须试着 大根人家蓄灵 直接秒了分析者 这边跳过来 小沃罗在他身后 这边小沃罗还比较难杀的 他先跑一步 他知道小沃罗在后面跟着呢 小沃罗绣一波小沃罗 他有虚灵刀的 所以问题不大 这边感觉小沃罗要把死问头了 虚灵一下 再一个打死 这边一个水 泡沫这边在A下 直接A死 小沃罗在这个位置 呃直接选择TP 等能走吗 超级 超级走了 一个大根 直接吃死 小沃罗自针血量确实还比较脆的 面对泡沫这种高法系的大根 其实还是压力挺大的 这边一剑徐灵刀 一个流星 再一个流星 但是被子愿了 这边泡沫有可能会死 但是A射三剑应该是不是够呛了 然后马上也跳了 跳一下 马上跳到SD里 直接跑一下 隐身 还想秀一包小沃罗 小沃罗还真在旁边看小李多 再次进入隐身 小沃罗还在旁边找机会 跳一下 哎 逼女迷了 其实泡沫能走的 他因为他身上装备比较好 有林肯有虚灵 虚灵他关键时候 哪怕小沃罗对他动手 他也可以直接拿虚灵刀来解 就是来化解这波动手 而自针有跳刀有跳 又比较 又又有反差能力 他刚才三级大根 所以说 冰女应该不管他直接跑了 这来人想去救冰女一个一个死 好亏啊 泡沫这波 再次后大威胁 基本就是装功能圆满 这种法系泡 我们对于音乐直径的要求 并不是很高 不是特别依赖 底下这个飞熊 你们得留下言 留下然后可以参加抽奖 然后二维码也是放在井上了 你们都可以去扫一下 然后离子灵树 我也准备了很多天安礼包 还是非常实惠 已经不错了 然后有兴趣都给来试试 这边一键 哎呦 先这往前走了一下 虚灵刀一套 但是武器大根指一下 潮西这边一脚跳大 这边再瞄小狐狼 但是这一波没粉 有点伤吧 哎 被绑到 这边准备先杀潮西 杀一个方安娜 潮西有必要吗 这套不进来收割了吗 因为武器大根加虚灵 再一键 收尾独播 不会得死 没必要的 他们这一眼 往这一波 击火 目标选的不对 其实应该 封印绑到的情况下 应该先杀胖虎的 他可能在下波 看不见上波视野 咱们上地视角 一定能看视野吗 那这样掉入高地 感觉也难保了 屠夫选的满活 还好没有勾到 这边拿莲花 一键开启BKB 直接对撸 死问这装备还可以的 但是还是打不过小骷髅 皮大根直接止掉 一个T 这边莲花还是挺厉害的 泡沫这样跳走 就只剩下泡沫一人 看到泡沫了 先直过来 林肯 一箭 虚灵刀加T 直接秒了 我这输出真是高啊 5G大根真的不是盖子 输出真高 虚灵加大根 好厉害 算了魔抗基本就能打一千点血吧 泡沫又有了五千多块钱 直接飞鞋回家 然后补给一波 那么拿个大飞鞋应该是 三千多有一波满活飞 三万一的经济 而且这样比赛他 已经达到了三十三啥 水平确实对面水平不如好 这个咱们也得承认 但是也是基本都能看到泡沫的玩法 好其实这时候应该给队友分分钱了 因为没必要什么限制都给他带了 他的装备已经跟不动了 饱和了 而且泡沫这个英雄他有一个最大的问题 就是后期确实是比较疲软 打到后期这种反击泡沫 越到后面他的双流星伤害 越没越没有想象那么夸张 所以说这种英雄打到后面 其实是挺尴尬的 还是争取前击打出优势 他还想要他飞下来了 哎呀这怎么能飞下来啊 垫下那个兵啊 杀嗨了 这波由于宙斯已死 所以说他们应该打算推进一波高地 毕竟泡沫这波是有买活飞的 买活飞的潮汐有大 死闻有大 双大都在 所以说这时候是一波机会 哎呦 我天盾直接被打掉 躲一发勾 直接清掉这边有林肯 不太好杀的 直接一剑 莱恩过来给套技能 带着莱恩在这个位置跳出不去 有点危险 我看应该是要死了 如果五级大跟加上薛灵刀 确实是收割难力非常可怕 猫似好像是有人在拆下 死闻应该是已经拿到了 直接被泡沫究竟点死 我天这个不能让泡沫再飞回来吧 哎呀这个泡沫有跳 幸好有跳 两把BKB 在一边 那边煮了 好 好 突然 我跟各位 打开 搞定 说 我 讲到找周斯比较难吧 熊猎 好八千六百多 我天 这不要死 我天 这居然没死 直接飞街走 虐了个风影 但周斯马上 周斯没大 有点可惜 周斯要大 直接带老虎见上帝 九千块 大家看他选择做什么装备 正受到攻击 他做了刷新 因为他自动人确实比较有钱 但是他这种东西说话 都没有什么刷新的必要的 大根 五级大根 就十几秒cd 我记得是12秒cd吧 15秒cd 那我记错了 这边对面应该是已经放弃了 打猪记不如人 干脉下梦 为什么会排到七天二分呢 好代代老吗 你厉害啊 对面也表现很诧异 我们几个玩游戏 怎么能排他们七天多分的人 他们应该还不知道这好 超级刷狗西瓦 这边应该是玩耍一下 准备再秒小骷髅 因为初步不太好秒 过来虚零高加大根 哎小骷髅这边 杀掉泡沫很关键 但是泡沫可以买过这边的 最后两米在这走到末尾 然后恭喜一下天员方 好带领的天员方 然后底下是李嘴零书 我也欢迎大家给大家看看 然后左边那边是飞熊TV的二维码 然后有信息 都给你来扫一下 然后下载一下参加抽奖 好了比赛的做事 谢谢大家看看 我是紫色水利子 我们下期见 下期应该就是天爱的内容了 好了 谢谢大家